好 謝謝主席 請徐部長 部長請 好 謝謝徐部長 最近全台灣都陷入了漢象 目前看起來好像也沒有解決的跡象 到底這個漢象什麼時候才可以解除 我看日月潭那個九隻蛙 大家都去那邊拍照 那到底那個九隻蛙什麼時候才可以變成五隻四隻 不曉得 好 漢象未解 我想請問一下部長 對我們產業會不會影響 就是現在我們是在第二階段限水 廠商大概還是可以處理 到第三階段當然會更嚴重 好 那第二階段的限水如何限 現在是 我們是 已經啟動工業節水了嗎 對對對 工業 已經啟動了嗎 早就啟動了 好 那如果這樣子持續下去 第二階段的工業節水 那漢象如果持續 那怎麼辦 我們張老師 大家他有第二階段 有2.1階段 2.2階段會 好 有非常多的階段 是是是 我想問一下 如果你接下來的階段 都還因應不了目前的漢象的話 怎麼辦 我想問一下 會不會使用到農業用水 農業用水的調度呢 基本上是水利署 經濟部水利署會去協調 我們是需求單位 那需求單位會提出這個需求 不過廠商也會去買水 那還有一些回收水的利用 各方面的措施都會下去 當然期待可以下雨 不過這個是 所以我們也有可能會用到農業用水嗎 這個是有可能 但是那個不是我們說要用水 那個是會去協調 所以我們在使用到農業用水之前 當然我們不希望那個樣子 如果是的話 那我想那會很糟糕很糟糕 在這個之前 是不是可以把你們科技部 所有的因應這一次的漢象 所有的因應的策略跟做法 我覺得要有一個非常清楚的說明 我手頭有一份這個是民國101年 中科做的抗旱的對策 跟經驗的分享 我不曉得過去的經驗 是不是可以用到今年 我不曉得啦 至少我在101年可以看到這個 那今年比101年嚴重吧 還嚴重的太多了吧 如果你們沒有積極的作為 如果在工業節水 你們有沒有好的策略 糟糕了到最後怎麼辦呢 他只好用農業用水來 如果用到農業用水 那事情就麻煩啦 那你說這個 不是我們科技部能夠主張的 那水利單位要去處理的 但是我相信 我們盡量不要用到農業用水 可不可以 部長你就說 我們要用的水 我們自己會處理啦 不用 不會用到農業用水啦 有沒有辦法這樣子保證 那個水呢 其實是 真的是非常重要的資源 當然啊 在園區裡面 它的水的回收率 都是差不多85%以上 在全世界大概都是最高標準的 但是 要做到100億 想出一套工業節水的策略出來 然後跟社會講說 我們不會用到農業用水 這個才是一個負責任的態度嘛 好不好 你們要去努力啦 再來 部長你今天的報告裡頭 有提到台積電的擴廠 在中科的擴廠 台積電當然是台灣非常重要的產業 那這一次的擴廠 我們也知道它的重要性 這個晶圓10奈米這個廠 在未來台灣的競爭力 特別是跟韓國的三星在對抗 所以當然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產業的計畫 當然也會影響到整體的台灣的競爭力 那我聽說台積電要投資5500億 會增加7000個就業機會 然後在2017年要準備量產 我相信這一個案子 全球都在矚目 那整個的過程 因為它是一個很大的投資案 所以我們科技部在每一個環節 我們都必須要非常非常的審慎 特別是環評 開發案 這整個開發案 它是不是做了很詳實的評估 在環評的部分 是不是做到了 是不是會確保 可不可以確保不會加重污染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科技部 要幫忙做的事情 所有的環評的工作 去確保有疑慮的團體民眾 告訴他們說 這個廠來不會增加污染 加重污染不會 這個是我們科技部要做的 好 我現在請問一下 2月6號通過環評 當然這個環評是長期的審議 超過了一年 2月6號通過了 可是卻留下非常多的疑點 我不能說科技部都沒有問題 我也不能說科技部一定是有問題 但是顯然2月6號通過的 這個環評的程序跟過程 到目前為止還有非常多的疑慮 我要講第一個疑慮 空氣污染 你們說台積電的這一個廠 我們經過了什麼樣子的評估 我們有一些降低空氣污染的措施 好 有一些 但是我們當地的環保團體 他們在意的是整體的台中市 特別是中部地區的 懸浮為例的總量增加了 因為這個廠來它增加了 就是所謂的PM2.5 好 我想告訴部長一個數字 台中市過去我當議員的時候 去年我就曾經質詢過 台中市最大的死亡的病因是什麼 是肺腺癌 肺腺癌 肺腺癌跟空氣污染是最直接的關係 所以當我們歡迎台積電來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這個對台灣的產業非常重要 但是整體的環境影響評估 是不是做得很確實 我覺得這個科技部 你們一定要盡到那個責任 對於整體的中部地區的空氣污染 因為中部地區現在有什麼東西呢 有幾隻煙沖 火力發電廠 我們還有非常多的污染源 好 是不是把整體的總量 納入整體的評估 我覺得你們要小心因應 這第二點 環保團體也認為說 你們在提報煙道的一些數字的時候 你們把他們認定是致癌物的東西 你們把它認定是非致癌物 所以他們認為你們在資料數據上是造假 糟糕了 這事情嚴重了 他們不只這樣認為 而且他們要號召千人提起訴訟 如果他們提起訴訟 未來法院一定會碰到 所以我們的環保環評的結論被撤銷的機率有沒有 是有的咧 部長 如果這個環評結論被撤銷的話 這整個案子我看就胎死腹中了 這很嚴重 那現在五月要開始動工了 我看都會受到影響 所以我請科技部要審慎因應 不要到最後政府然後投資產商 然後地方民眾都輸 這個給部長你們一個提醒好不好 謝謝委員的指導 的確 但是污染源其實蠻多的